Hello 大家好 我是雨淼 近期将发布我个人的首张专辑 今天我刚收到了我的黑胶唱片 那我们一起打开看一下吧 这张专辑的名字叫雨淼Plus 那这个唱片整体的设计概念为什么叫雨淼Plus 是有三点 第一点是自我升级 第二点是中国传统乐器 在现代音乐当中的语境探索 第三点是我在这张唱片当中 有合作四位非常优秀的电子音乐人 有四个作品也是跟他们共同完成的 所以这个外包装的设计 整体围绕的都是雨淼Plus的这个概念 设计师主要提取了两个概念 第一个他觉得我的特点和特征是北人南向 所以他在这个外包装最外层是采用了北京布公红砖墙的颜色 但是中间又有这个苏州园林花窗的元素 所以透过这个花窗看到有一个眼睛 那这个眼睛也是观众看到我和我看到观众的一个窗口 这种复古暗红的颜色也代表着古典优雅和女性的气质 第二个概念是围绕着我的名字 苗这个字展开的 我们透过这个窗户看到内页 我们来打开内包装看一下 这个内包装上面不管是A面还是B面 它都是一个水元素的集合 它是冰是气是云是雾都是对应着我的秒的这个字 设计师觉得水的这个元素是非常符合我的音乐的特点 水是温柔的无形像冰一样坚韧冷峻 这些特点也都体现在我的音乐里面 我们打开内页还隐藏了一个细节 这句话也是我想对观众说的 The sea the sky the you and I 山海之间你和我 我们现在看一下盘心的设计 把黑胶抽出来 这个盘心的设计它也是呼应了我们封面的花窗设计 而唱片的背面也是花窗的一个设计呼应 整个唱片的制作工艺都是非常的用心 内页的这个眼睛 它是做了一个特殊工艺 雷射和烫银 然后你在不同的角度下你会看到不同的颜色 那背面的这个黑色的花窗元素也是过了一层油 这次唱片的印刷是限量500张 所以在每一个后面都会有一个编号 最后非常感谢我的设计师对细节极致追求的丹丹 也非常感谢跟我合作的四位电子音乐人 他们分别是王蒙 知识6 王露 和Richard Ewan 也非常感谢我的制作人严俊老师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也欢迎购买我的唱片 我是于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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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